請問, 你上來和我早點說一聲 我準備一些文件給你看 與你無關 這個臭小子還沒到 我已經決定了, 鐵地支… 不行, 什麼不行? 現在誰說的? 我叫你怎麼做, 你就怎麼做 別怒氣, 可不可以告訴我是什麼事? 他每天都要貪心思, 搞網媒 那個什麼鐵地支, 現在虧得鐵地 年半都做不到收支平衡 皇上, 其實做生意很多上市公司 做了一年半、兩年, 甚至三年 都還沒回到本 你從小就打架我 做生意最重要是什麼? 長期間 我不管是長線還是短線 我也不會看好這家公司 老闆, 這些內容無聊當有趣 哪有人看的? 之前你明明不說給我兩年時間 現在是一年半而已 這麼快就折水, 怎麼搞的? 但是你一年半都做不到這家公司 我多給你半年 你不是追回以前的錢嗎? 其實做生意就像打球一樣 不要動來動去, 正經一點 不如讓我說句公道的話 鐵地支真的還沒達標 但是伯父, 你曾經真的說過 給他兩年時間的 現在還沒到期 鍾賢, 鍾賢, 大哥 好, 既然你堂哥跟你求情 我還給你最好一次機會 不過有一個條件 打完這半年 我會有你堂哥看著你 伯父, 我也不用了 他都這麼大, 我管不了他 就是 你呀, 如果有你堂哥一半這麼聰明 我就不用煩了 我說這樣, 就這樣了 既然回公司… 戴錢昌 我想到處逛逛 跟員工聊聊天 多點溝通對將來做事 都事半功倍 占Sir, 你陪我吧 好 皇上, 不如小儀陪你逛一趟吧 對了, 前一陣子跟你舊同學吃飯 他們說我年輕了 又說我氣息好 其實這些全都是你的功勞 你幫我看著一盤生意 我才可以這麼捨義 哪關我事 是因為你打高速 每天運動身體好嘛 對了, 什麼時候再跟你打一場? 隨時都行 爸爸, 我也說跟伯父王 最近學高速的, 我… 請你吃一粒糖 這麼好死, 無緣無故請我吃糖 怎麼了?拿了四十二十嗎? 小朋友炸不成 還要被爸爸冷落 看你貶嘴巴 姐姐就請你吃一粒糖 知道你沒那麼好死 無緣無故請我吃糖 原來怕我不死了, 再踩我兩腳 你這種態度就像個小朋友一樣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你爸爸特意找James來氣你 他嫌你不夠上進 不想你做一個廢柴的富二代 明明同一個祖宗, 大家都是盛前的 為什麼James那麼厲害? 為什麼…你們問的嗎? 為什麼他比我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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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運氣差一點點 遲早我就可以鹹魚翻山 看著你 算了, 別這樣了 人比人比死人的 看你今天的樣子生意失敗 不如我給你一些意見 我給你一包, 早點撿出貼地紙 去還個辦公室給你爸爸 讓他收到更好 你這種臭婆娘 嘴巴臭到黑河洞 這麼惡毒失常, 遲早就被你收拾 等我來了 好, 謝謝 Zero 你不是去做工作假期嗎? 什麼時候回來? 我回來整個星期了 昨天還和你同行電梯? 不過可能太多人看不到我 別說我看不到你 你回來後, 整個公司的人都看不到你 拜託你, 回到公司就主動跟人打招呼 你好, 早安 他們都不認得我了 你剛來做的時候 都隔了一個月才知道 那些片子是我幫你剪的 是嗎? 索什麼? 索一下你的存在感 就像你的珠峰上的空氣那麼輕薄 那就很清新吧 還清新的蒸餾水 清新的水吧, 清新的 看你去哪裡? 開會吧 不過錢三天說這個會不用理會 再見 開會又不如你? Selva一定覺得我還是臥底 所以要玩杯葛 開會的人基本不做事 做事的人基本不開會 所以這些會開不開也罷了 你又挺有機會的 不過我不開會 我怎麼知道在裡面聊什麼呢? 很容易猜的 一定是談如何幫公司賺點錢 你又知道, 你懂得讀書嗎? 剛才我吃完飯因為下雨 所以走了停車場那邊 剛好, 老錢三的車就停在這裡 然後沒多久, 錢三就被人照上20樓 貼地址是不屬於前卵集團 所以理應錢三是不需要上去開會 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說 他們剛才開的是家族會議 家族會議? 他父母有家事要談, 就回家談吧 不用擔心水源來公司談嗎? 你沒聽過我剛才說的重點 他上了20樓? James的辦公室 我認為老錢三是想利用James 去給壓力前身 但沒人喜歡被人壓住 所以老錢三走到這輛棋 就是代表貼地址出了問題 甚麼問題? 貼地址在行內算是有點命 但不代表賺到錢 老錢三是一個生意人 不會想做事本生意 所以他就這樣用力 推他們兄弟倆去互相競爭 但他們兩年之約 時間不剩下很多 錢三就要急起直追 兩年之約? 謝謝兩位接受我們玉白相見的訪問 我數過節目了 兩位錢三也是年輕的企業家 想問問你們兩位 有甚麼大計呢? 不如Silva先說吧 好, 我很肯定可以告訴大家 傳統的媒體在這個二十二世紀 很快會被新媒體取代 我會用兩年的時間 去建立我的媒體王國 我爸爸和James都非常支持我 這段影片已經差不多兩年了 以錢三的性格和辦事方式 根本不可能兩年內成功 除非有人肯幫他 巴斯同盟, 營運了四年 第一年已經達到收支平衡 全教會的幕後功勢, 超級厲害 那有沒有方法可以認識這位幕後功臣? 他連妹妹都不叫你開, 你還幫他? 那我坐得貼地紙這條船 也不想他照顧嘛 但是他未必聽你說的 還是你覺得你幫了他之後 他就會相信你不是臥底? 那我真的不是臥底嘛 我真心想公司好 我越能幫他, 他就越不會覺得我有異心 但是他的自尊心這麼強 用你的提議, 他當然不會 再加上, 如果你真的幫到公司怎麼辦 他怎麼面對你 他更多爭取你兩前衝 那怎麼辦? 什麼都不要管 對了, 你沒有聽我梓華臣說嗎? 船刀橋頭, 變立即 果然是佛系青年 看破紅塵, 無欲無求 阿里陀佛 不是我看破, 是你看不透而已 你開什麼? 看破紅塵 怎麼在搞人家的事? 無欲無求 私隱無欲無欲 非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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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佛是青年, 把東西給你 怎麼樣?想認識這個女孩嗎? 不是 不是? 姐姐, 介紹給你認識, 好嗎? 想不想認識? 你…你認識她? 還是不要了, 不用了… 不用了, 那就算了 你打電話給誰? 喂?Belle嗎? 是呀 是呀, 侯家人, 是呀 谢谢观看